大家好,我是Wayne 这一期影片我将会跟大家说明 智田信长帮主力依照重夺将军之位后 如何被各方的大明所包围 和智田信长如何突破信长包围网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 另外希望大家可以订阅和按赞 给我一点鼓励 令我有更多的动力 维持每个星期三出新的影片 谢谢 1568年 逐利依照得到智田信长的帮助 终于回到了京都 明镇延顺的当起了师弟幕府第15代将军 逐利依照雄姓壮志 需要重振积若多年的师弟幕府 而智田信长也借上落打响了名声 接下来就是要扩大自己在禁忌一带的领地 逐利依照回到京都后 智田信长就号召各地大明上落参见将军 跟逐利依照打个招呼 但在月前的潮窗疫警却不给智田信长面子 无视信长的号召 加上在领地问题上 师田跟潮窗也有纷争 因此 智田信长便打算灭掉潮窗疫警 1570年 智田信长与盟友德川加康联军押进潮窗疫警的月前 智奇之战正式展开 智田信长在军队人数上占有优势 原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胜仗 整料到在智田军的后方 隐约出现了夹击信长的援军 起初智田信长也不以为然 因为在他背后的是盟友 前景长征的势力 信长早前已经把妹妹阿世嫁到了前景家 理论上前景家是不会背叛智田信长的 但智田信长这次却计算错误 原来前景长征除了跟智田信长结了盟以外 在更久之前已经跟潮窗家结盟了 如今智田家和潮窗家开战 身为两边的盟友的前景长征 只好选其中一边 前景长征结果选了跟自己家 有更深厚关系的潮窗家 起兵跟潮窗家夹击智田信长 有关智田信长在智奇之战中 得知前景长征背叛他的经过 其实有一段未尽证实但带有戏剧效果的情节 当知田信长收到情报被告知 后有夹击前来的军队时 仍然不敢相信被背叛 直到收到已经嫁到前景家的阿四 松来一个两遍被疏伤的斗袋 智田信长才恍然大悟 知道被背叛了 战国时代时大民间的政治婚姻 除了有解为同盟之意识以外 也有作为间谍收取情报的作用 智田和德川联军虽然原本有着兵力上的优势 但面对意料之外的夹击 智田信长立刻陷入劣势 对于潮窗疫情来说 这次是把智田信长灭掉的最佳时机 智田信长要逃离战场保住性命并不容易 因为他的逃离路线不但要经过敌人前景的领地 还要穿过与前景家有联系的朽木元刚的领地 为了让智田信长得到更多逃走的时间 明治光秀和当时仍未改名为封城秀吉的墓下秀吉 留在战场奋战 朽木元刚在此战中虽然没有表明立场 只对外宣称效忠将军 但一开始时是倾向要杀掉智田信长 不过收到松永九秀的游说后 才打消了链头 让智田信长顺利逃到京都 这次智田信长能够保住性命 实在全靠明治光秀和墓下秀吉 为他赚取逃出的实践 两人也立了大功 捡回一命的智田信长对前景长征的背叛 当然感到非常气愤 因此便再度联同盟友德川家康 进攻前景长征 此战名为解川之战 智田德川联军以人数的优势 很快就打败了前景的联军 不过败退的前景长征 坚守了少孤城 暂时避国灭亡一劫 此时的智田信长 除了要面对越前的前景长征之外 还要面对经济一代的三好三人众 和十三本院寺等势力 第一次新长包围网正式完成 当智田信长决定派兵进攻 禁济反信长的势力时 前景朝窗联军又趁机南下攻击信长 信长知道前景朝窗联军 南下后便立刻折返迎战 前景朝窗联军只好暂时 到比瑞山颜立士回避 智田信长包围了比瑞山颜立士 要求颜立士要不站在信长的一方 要不保持中立 结果颜立士无视了智田信长的要求 令前景朝窗联军和智田信长进入了焦灼的状态 使上名为自贺自政 随着当时慢慢步入冬天 比瑞山一代开始下起大学 已经苦撑了三个多月的智田军感到疲倦 加上天皇和将军逐立依照的介入 出成了相方的停战 因此 智田和前景两军 暂时达成了停战协定 第一次心肠包围网也暂时告终 自贺自战差不多一年后 记仇的智田信长为了报复 颜立士暴毙前景常政 拒绝自己的要求 信长于1571年便发动了火哨比瑞山的行动 他用一晚的时间便把比瑞山所有的佛教建筑 消为灰烬 死伤者高达四千人 有不少人以火哨比瑞山作为智田信长 讨厌佛教的证据 但当我们看了整件事情的来农去脉后 这件事更像是智田信长要报复 颜立士暴毙敌人前景常政的行动 虽然逐立依照能够成功回到京都 是靠智田信长的帮忙 但是两人并没有因此就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流适 无心正式是无能的将军 除了将军外 十七条意见书也发到各地大明的手中 智田信长的用意是要宣传自己反抗将军的大意 说服各大明站在自己的一方 自十七条意见书后 将军和信长的关系正式破裂 主力依照开始阻击反信长的势力 并向大明们发出智田信长讨伐令 想把智田信长除去 第一次新长包围网于1570年12月得到天皇和将军的调和而告宗 但反对新长的势力并没有因此而放下对新长的敌意 相访在短短的两年间 智田信长的敌人却增加了 其中包括了在关东的武田家和北条家 其实在这几年间 关东的局势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过去的贾乡郡三国同盟被迫弃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势的武田信贤 1573年1月武田信贤在三方原之战中 击败了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 也对智田信长想起了警号 有关关东一带的情绪变化 我会在另外一集影片中详细讲解 第二次的信长包围网 大约在1573年就成型了 这次参加的势力比第一次的要浩大得多 除了在第一次包围网中已经参加的 潮窗易景、前景长镇、比约山、盐历寺、 石山本院寺、三好三人中等 这次还加入了被判了信长的松永九寿 和来自关东的北条市政和武田信贤 其中武田信贤更是第二次信长包围网的星级战战 在三方原之战中取得胜利后 武田信贤气势一时无量 城市上落参见将军 主力依照也在差不多同时间在二条城宣布 举兵讨伐志田信长 四面受敌的志田信长看似快寡不敌众 但幸运之神却再一次站在志田信长的一方 1573年四月武田信贤在相落的途中突然应病去世 当时武田军并没有对外公开消息 只是把军队退回领地 不知道背后原因的将军 主力依照眼见自己最强的靠山突然退病了 当然感到非常着急 但主力依照单靠自己的力量也肯定打不过志田信长 当时只靠天皇的命令暂时让信长介绍奖和 第二次的信长包围网就在武田信贤去世的那一刻 就尽臭臭的解体了 1573年七月将军有感二条城已经不安全 因此嵌到了颠岛城 打算以龙城的策略守住志田信长 等待其他大名的救援 但很可惜 最强的武田信贤死后 已经没有援军愿意前来 结果志田信长在颠岛城打败将军 流放了足力依照 正式结束了师丁时代 志田信长同年也得到了天皇的批准 把年号又圆规改为圆镇 代表信长得到了天皇的认可 正式成为了天下人 成为了天下人后 志田信长同年于小古城之战中灭掉了前景长镇 即于一城孤城之战中灭掉了朝窗异镜 第一次信长包围网中的两大使着荣者 也于1573年被信长打败 志田信长凭着他的实力和运气 成功在两次的包围网中生存下来 并顺便结束了师弟幕府 成功达成了他的目标 成为天下人 志田信长虽然成为了天下人 但这里只是指他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暂时整合了进击一大的势力 距离统一日本还有一段长路 接下来我将会把视线回到关东 看看关东在贾乡郡三国同盟后的局势变化 在影片结束前请大家按赞和订阅 有什么意见也欢迎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星期三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